你 不一样的角度 不一样的解读 哈喽哈喽 我是爱追剧的下半部 我是爱图草地老侃 趁机刚刚过完 想必大家已经被今年的贺岁片洗礼过一遍了 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讲一讲这部上映前一通吹 上映后一声黑的票房炸之机 唐人杰探案3 我们将分别从剧情 人物票房三个角度 深挖唐探三部曲的高开低走之路 可以说唐人杰探案这一IP 从2015年至今一直都是被热议的话题 前两部的反派张子峰和肖央 都为该剧收获了大量粉丝 而刘浩然义正义邪的天才人设 也让这部剧的利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唐探宇宙这一概念也开始广为流传 从剧情角度分析 三部影片的案件结构各有不同 从唐一的暗中案 到唐二精彩的连环案 而唐三就告解了 虽然同样是将两个案件 呈现在同一部影片中 案件之间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用剧中的话解释就是巧合 先看第一部的案中案 主角秦峰因为锦孝落榜前往泰国 找到号称唐人街第一神探的表舅唐人散心 却撞上了一起因黄金失窃案 引发的团伙成员凶杀案 唐人阴差阳错被误当成凶手 随其二人被通缉 开启逃亡之路 在偷渡回国无果后 二人开始联手调查 调查出原来死者生前怀于儿子的失踪 和其同学斯诺有关 便开始实施跟踪 而斯诺为了除掉死者 诱导对自己怀揣着超越妇女病态感情的养妇礼 干掉了死者 而养妇也为了保护斯诺 承认罪名并跳楼自杀 第二部的连环案 巨型太水按下不表 它的价值在于给到了观众两个关键信息 Crime Master和侦探大神Q Crime Master是一款汇聚全球顶尖侦探的断案游戏 它根据断案能力高低进行打分排名 排名第一的就是侦探大神Q 而天才如主角秦峰也只能取局第二 转看案情逻辑纯属巧合的第三部 友情提醒 以下内容涉及严重剧透 继曼谷纽约之后 秦峰唐人受野田号之邀来到了东京 野田号在Crime Master上排名第三 实力颜值彩礼都没得说 就是矮了点 本次的案件起因是日本与越南两大帮会 为争夺新唐人街所有权产生的暴力冲突 双方在谈判期间产生了争执 随即越方老大苏查韦被发现倒在血泊中 不省人事 而日方老大杜鞭盛则因手边的凶器被默认为凶手 秦峰几人介入调查后发现苏查韦的致命伤 为现场屏风碎片所致 到这里的剧情不能说亮眼 好歹是中规中矩 然后剧情就突然转到了Q的测试 这个Q在第二部的出现 简直如同重磅灰心 这样一个飘忽扑定手段高明的神机反派 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魔力压地啊 然而到了第三部 Q的出现让观众完全抓不着头脑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秦峰跟随提示通过了Q给出的测试 又因为村田照的轨迹被陷害入狱 同时在一个全程耍宝的日本警司上线后 剧情才给出了解释 原来Q是一个由一群自诩人上人组成的小团体 最奇葩的是之前的那个大佬互掐案 居然是个巧合 看到这里我已经对后面的剧情一点都不懂了 就算长泽雅美和三浦友和六段感情戏再怎么感人 但真的看不下去了 第一部和第二部同样也是两个案件 但暗中暗的层层递进 有理有据 一环扣一环 秦峰超强的记忆力 不仅不能算罢了 反倒是全剧最高光的镜头之一 在反观第三部的情节 密室杀人案和Q的测试 彼此完全没有联系 仅仅凭借巧和二字作为关联 过于牵强 而且后者在完全没有铺垫的前提下 非常突兀的出现 又占据了很大的篇幅 导致镜头突然转回密室杀人案时 正是有一种断片色的错觉 仿佛是看了两部电影一般 这样剧情编排上的硬伤 任凭演员如何靠演技补救 也是无力回天的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主角设定 在第三部里 对于主角秦峰和唐人的塑造 真的是令人大失所望 在前两部推断出 借刀杀人的思诺 和顺风车杀人的颂议后 秦峰都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声张正义 足见其对于善恶是非的表现 具有自己的情感色彩 模糊但有人性 虽然游走于法律的边缘 但却因此显得有些耐人寻味 到了第三部 秦峰俨然成了一个正义使者 在Q组织提出招揽建议时 一脸大公无私的傻样 给我看傻了 人家天中景观 张开双臂 冲你喊 秦峰时代变了 你却微微摇头道 时代没变 我还是那个中二的我 合着前两部白铺垫了呀 除了人设崩塌之外 一和三的故事性上 也是天差地缘 如果说唐一 是好好单纯讲故事 可以让观众回味无穷 那么三就是把一切都摊开告诉你 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观 Q组织都超牛的 秦峰超正义的 日本警方超弱智的 最后就成了 青铜吴小祥对战黄道十二宫 程则传你说 上道之心是给了你多少钱 不过唐探三虽然被如此诟病 但2021年春节当票房冠军这个位置 还是坐得稳稳当当 单日票房破十亿 截止到17日 累计票房已经高达35.62亿 全线碾压负联四 能获得这样的成绩 除了因为大家对其期待 加上疫情的无聊 强势宣传 搭配垄断院线的一波骚操作 也是功不可没 宣传方面 有美团旗下的猫眼 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讨票票 院线方面 有号称全球最大院线之一的万达主控 同时 线上还有字节跳动旗下 头条西瓜抖音的连方轰炸 这一套连招打下来 没有任何一部春节当能够与之抗衡 除了宣发上的优势之外 这部电影的投入也是高的恐怖 开篇机场的第一场戏 虽说莫名其妙 但是在电影院看起来 绝对是视觉享受 这样的大场面 绝对可以和好莱坞比肩 观众去电影院看的就是大场面 很多时候剧情如何 对于部分观众来说 并不是重点 看的就是一个爽 打得爽 跑得爽 曼谷纽约东京 到处跑 还全是市中心 当然不能不提的 还有本片的超强卡四阵容 说了刘浩然 王宝强的固定搭配 刘德华 三浦有何 长泽雅美 肖央 张子峰 张俊宁 这些名字光听着 就已经让人血脉喷张了 虽然出场时长 跟预告片比 也没长多少就是了 总的来说 这部电影想表达的太多 奈何能力有限 还掺杂了太多商业要素 没完没了的广告 网剧和前作角色的强行亮相 悬疑喜剧的比例失衡 都在把这样一部 剧情挤进崩盘的作品 一把推下了悬崖 归根究底 陈导没有把握好 艺术和商业的比重 如果他只专注 你知道陈导是不会这么干的 否则也不会加这么多广告了 那为了考虑过年何家欢 就做成纯赚钱的喜剧 也是可行的 但是唐探三 却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闹剧 笑点又东拼西凑 粉丝和路人员双双普洁 不过陈导钱还是挣到了 赢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频道会持续 为大家放送各种好片烂片 帮大家安利避雷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下角的 subscribe的按钮 并顺带点一下小铃铛